3月19号A股收评视频 大家好 我是网友财经 外资今天是流出了70亿 指数是普跌 个股是超过3500.5%下跌 明天周三还会不会继续的调整 同时在今天的最后 也会去再分享一个机会板块 我们在昨天的收评视频 我们只聊了一个机会板块 就是白酒 那么今天白酒板块 在外资流出的背景之下 它依然是上涨了将近1% 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昨天的收评视频 而对于白酒未来的思路 我们维持之前的不变 中期看涨 短期回落是机会 而中期看涨的依据 一方面是技术面上的上工结构 和这样的一个横有多宽 未来的数有多长 还有一个就是 外资在未来会继续的回流A股 那么这种短线后市若有回落 就是机会 好 那么今天的收评呢 我们主要去聊几个指数 再聊一下市场情绪 最后去分享一个机会板块 再来看护纸 护纸 我们去看黑线图 日日黑线级别 我们之前多次讲过 它处于两个密集成交区的一个交叉区域 这是一个密集成交区域 这又是一个密集成交区域 而在两个密集成交区域 有太多的套牢盘 那么这个套牢盘它不是一会半会可以消化掉的 压力会非常大 而且低位有太多的获利盘 他们也没有意愿去快速拉升 去人为的去这样拉出一波大牛市 因为没有那么多资金去有意愿去产生这样一个大行情 好 这是压力层面 第二层面看一下指标 震荡指标出现了顶背离 价格是又创出了新高 但是指标并没有创新高 而且在今天在超买区域出现了油红变率的一个信号 这是一个短期要往下跌的一个信号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再结合之前这三连音 我们更要警惕 接下来往下会出现一个调整 去回踩下方的均线 下方的这条黄色操板线 然后我们看一下过去大半月时间 指数它的整体的拉升幅度非常小 时间有了 但是空间并没有 在这个阶段里面出现了10次的一个万亿成交金额 这样的一个量价关系 其实更像是高位在出货 而高位出货 出完之后接下来会怎样呢 就会往下出现一个下杀 然后再看一下今天的这种小周期图 五分钟图 五分钟图上来看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先低开之后的高走 拉出一个新高 这像是一价又多 而今天又高之后的下跌是很流畅的 看到没有 低点在不断降低 而高点也是在不断降低 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下跌结构 下跌结构非常明显 所以基于以上这几条的分析 我们去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明天周三 护质往下跌 去跌出一根阴线的概率 非常大 非常大 然后再聊一下上阵五零 上阵五零这是一个权重板块的一个代表 今天开盘是一个低开 然后冲高又多 随后出现了非常流畅的下跌 比上阵数还要流畅 而今天的收盘价是要低于昨天的最低点的 同时上阵五零今天是跌破了这条红色的二十日均线 跌破了这二十日均线 震荡指标在今天是跌破了中轨 跌破了中轨 动能是进一步的一个减弱 而它阻力控板指标已经是连续的五天 过去这大半个时间在不断的一个降低 那么基于以上分析 上阵五零往下跌的概率也非常大 至少要跌到这条黄色操板线 如果单独看裸K的话 我们看一下裸K在之前画过这一条水平位 这是一个颈线位 这是一个颈线位 这是一个支撑点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离得相对比较远 我们先不去谈 而短期来讲 至少要先回调到这条黄色的操板线位置附近 好 再看一下科障五零 科障五零指数 比如说今天是一个低开低走 那么今天这根K线阴线 完全处于昨天阳线的范围之内 昨天的那样一个高开的缺口 目前没有回补掉 这个缺口是一定要回补的 而对于科障五零 我们不去谈接下来 它会往下跌多少 我们谈一下它的一个应对策略 因为目前的话 它更像是一个高位的一个相提震荡 中期趋势为多 短期相提震荡 那么我们看一下三种级别 怎么去应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三种周期上来看的话 最近其实走的还是比较标准的 超卖区域绿变红 超卖区域红变绿 超卖区域绿变红 超卖区域红变绿 那么非别对应的是一个低吸高炮的一个位置 这是一个小波段 如果说你认为你的短线超的节奏可以 可以通过小周期去进行一个低吸和高炮 那么日线级别的话就是一个相提震荡 再看一下中的1000 中的1000今天是一个小K线 今天阴线很小 而且今天是创了一个新高 中的1000指数的震荡指标目前还处于超买区域 目前是红色柱 基于这几个维度我可以发现 中的1000它其实还是蛮强的 还是蛮强的 整体是处于一个比较强势的状态 这类图形我们说不能去追 但整体的走势比较不错 这就说明了个股层面上不会缺乏机会 也许明天指数还要往下谱跌 那么个股层面上其实机会不缺乏 机会不缺乏 我们要从这种市场里面 更多的还是要清除这种个股 那么基于以上四个指数分析 我们去明确一下短线的整体思路 第一短线不追高类似于指数的k线图 第二个股不缺乏机会 好还是按照我们的旺旺三号战法 寻找量价关系好 筹码分布好的股票 最后再等到股价位置好 去进入低风险哲实 然后再来看一下市场情绪 今天市场情绪恐慌吗 不恐慌 不恐慌 我们先看一下外资 外资本项资金今天是净 卖出了70个亿 流出上海45亿 流出深圳是24亿 卖出的金额其实并不大 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 北向资金累计流入金额 是超过了800亿 而且在过去的这五六天时间 外资在不断流入 那么今天外资流出原因 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是连续的四天在增长 四连羊而我们人民币汇率是出现了连续 就是第六天的一个贬值 无论说这个贬值是技术性贬值 还是说因为什么原因 那么这对于外资流出微股 其实它是有一些推动的 而外资仅仅是在今天才刚刚流出 那么这个流出它不是一个拐点 它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种减仓也好 或者一个正常的波动也好 这个没有必要过分的去纠结 而且今天流出70亿 相比之前的百亿流入来讲 其实力度不大 所以市场并不恐慌 然后个股程度上 今天虽然说是个股普跌 3400度比较下跌 但我们要注意到 跌停满只有8加 跌幅大于7%的只有13加 其实市场并没有那种恐慌的一个情绪 恐慌的一个抛压 而上升股票依然有1700加 所以个务层面上我们说不缺乏机会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去找到低风险的这种机会 好最后去聊一个机会板块 这个机会板块就是房地产 为什么去看好房地产 在接下来可能会往上有一个上涨 或者在明天可能会有一个阳线 看K线图 K线图在上周二的时候 它是走出了一根放量的阳线 放量阳线 而在上周二的时候 护质是下跌的 护质是下跌的 而房地产是走出了一根放量的阳线 这是它的一个特立独行的 一个属性的一个凸显 同时它是在超卖区 超卖区释放的油率变红的 这样一个拐点的往上攻击的一个信号 上周二出现这么一根放量的阳线之后 最近这五天是在横盘震荡 小K线在震荡 今天回踩二十均线 连续三天在二十均线受到了一个支撑 其实从它的一个时空关系上来看 或者从它的量价关系上来看的话 它往上爆发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而且底线是非常明确的 底线就是上周二的最低点 这个最低点不破往上爆发的概率相对较强 极有可能再走出一根 类似于上周二这个阳线出来 而这样的一个看好 它只是短线技术层面上的看好 不是中期的看好 房地产中期不看好 只是短期的一个关注 大家可以去明天去观察一下 好 那么这是在今天3月19号 我们对于A股的一个收评点评 听到这里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打个319 再见 再见 好